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强调一个点就可以了 从一个专业化妆师角度来建议的话 你的美或者你的呈现的这个妆容 包括你的在环境里面呈现的这个形态 它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你的存在一样 所以说今天呢 教给大家一个学会了方法之后 但是不同的色系 你都可以展示出来的 这个叫优雅女神妆容 优雅女神妆容 我们只强调一个色系 而这个色系有一个字是关键字 就是Nino Eye 我们在打造妆容之前呢 我们要给它强调一下肤质 肤质呢 我们要晶莹剔透 我们才会在一个妆面上 才能完成一个更好的漂亮的一个作品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晶莹剔透的这个肤质呢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一款 就是带有微珠光的隔离 微珠光的这款隔离呢 并不是粉底 它是透明色 它不会在你脸上带有厚重感 所以说这个透明色呢 均匀地铺到脸上 这样的话 我们在画完粉底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种透过来的这种晶莹感 而这种颗粒呢 不是肉眼能看到的 所以说呢 就是在日光源 还有辅助光源下 你的脸是有这种晶莹剔透感的 就薄薄地涂一层就好了 像这么贵的这个隔离呢 我不建议像我一样用海绵 直接上手是最好的 因为比较节约 如果用海绵的话 海绵最少会吸收到这个昂贵料体的三分之一 来 我们用漂亮的手指轻盈地涂到脸上去 那手指应该怎么保养啊 就大家知道除了脸部保养以外 脖子保养以外 大家都已经很有常识了 但手其实是女生的第二张脸 对吧 对 那么第二张脸该怎么保养 就要多涂护手霜 然后很多护手霜呢 是含VC和VE的成分的 然后像冬天比较干的时候呢 我就会涂VE的 然后夏天呢 我就会涂VC的 就保证一个白度 对 保证手的白度 然后像凡事连那种 就要保证手的一个湿润的这个程度 细腻程度 对 那就是涂上以后 那不蹭的被子上全湿吗 你可以戴着手套 戴什么样的手套呢 棉手套吗 不 就像我们平时就是 吃小龙虾那种一次性手套 其实就可以 就那种就可以了 在网上都可以买到 大家很便宜 对吧 原来一个漂亮的手 是需要长期的护养的 你学到了吗 在日常生活中的妆容呢 我们大部分生活的环境的妆容要求 应该就是干净 清透 自然 所以说强调这三点呢 我们只强调这一个暖字就够了 所有的眉毛 眼线 睫毛 暗影 提亮 这些呢 都压不过那个暖字 这种暖暖的颜色呈现出来就好了 就这种优雅感就会让人脱颖而出了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强调了 特别厚重的眼线 特别浓的这种一字眉 特别烈焰红唇的这种大红唇 其实在生活当中你是美 但美得很凌冽 它就有一些攻击性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选择就是这个妆面的自然感的时候 我们只强调这个暖 其余的只强调我们只是脸部的重点的 想强调的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遮痘痘的这个课程 在之前的课程里边有一个专门的课程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因为遮痘痘的方式就像是描画一个艺术品一样 咱们的这个妆面其实是非常实用 所以就没有画那种 就是可能看上去让你很惊艳的这种妆容 因为非常惊艳的妆容 并不适用于生活中的你学习 所以说你看 如果我刚才画的这个遮痘痘的手法 如果画上颜色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妆容 那么为什么会画成这样才能遮痘 你要翻回到遮痘的课程里面去仔细看 如果我们那个痘痘非常的新鲜 也非常的大 然后呢 我们非要去临时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party的话 那么在痘痘的这个位置 贴一颗小钻也很好看 看一下我们打完粉底后的效果 非常轻薄的一层粉底 那么之前呢 因为上了一层有微珠光的这个隔离 所以说轻薄的粉底铺上之后 微珠光的隔离透出来 它的脸是非常晶莹的效果 我们刚才说了 今天的色系呢 是暖色系 我用一款腮红 一个橘红色的腮红 来给它做一个 所有的一个妆容的整铺 那么这个暖色系 我们要放在哪呢 首先我们放在下薰的位置 到黑眼球这截纸 因为我们模特的眼睛呢 是有点无辜眼 无辜眼就是往下挂一点点 如果你要非往上画翘它呢 反而不好看 所以说眼线一会儿 你还要看仔细了 那么眼影铺什么呢 眼尾的位置 有个自然的消失 最高点 我们不画 我们也不画高光 让它自然的肤色 形成一个高光点 那么前的眼头呢 给它做一个衔接 我们就只有在上眼皮的最高点 和下眼皮的这个垂直点 中间是不画颜色的 那么暖色系的眼妆平铺 我们这个眼睛就结束了 我们同样的方式 画到另外一张眼上 那么看过我们之前的课程呢 就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 让自己的五官更深邃的 我的独门秘籍 是在这个眼头底的位置 这个位置要有一点晃 这个位置也要有一点晃 这个位置也要有一点晃 包括这些位置 发际线的位置也要有一点 如果你也有这种发际线 靠后的这种问题 或者烦恼的话 我一会儿有一个神器 给大家推荐一下 再拿一个中号的小刷子 然后刷哪里呢 把人中刷上 在笑起来的最高点 往上一厘米 鼻头带点 不管你是用的暖色系 粉色系 还是眉粉色系 所有的色系在脸上呈现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同色同时看 再就是一定要记住 时尚界的那句质地名言 除了不穿去口以外 还有一句就是 少即是多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重点 只需要强调我们自己最好看的位置 然后铺完了整个的暖色系之后呢 我们要强调一下 我们到底想在这个妆容上 突出哪个重点 我们五官当中一定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个部位 那这个部位我问一下我们的模特 你最喜欢你自己五官中的哪个 眼睛嘛 好 那我们就突出眼睛 眼睛怎么突出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都讲了很多了 用眼线胶笔 还有用眼线叶笔 今天呢就讲一个 大家可能是见得比较少的啊 就是眼线膏 那么眼线膏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如果是纯纯的眼线膏 直接是沾染到刷子上 直接上涂的话 就是特别的黑 如果我们不想让它变得那么贼 我们取一点料体 在我们的盖上 你看我们云合一下 是不是特别黑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加水 我们加的是眼药水 因为你画在眼睛上 你要保证这个眼睛的这个干净程度和卫生程度 所以我们点一点也要锁进去 然后把它调成灰色系 这样的话它比较好熨染开来 比较好推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想画无辜的眼线 肯定不是飞扬的对不对 无辜是下挂平铺 稍微下挂一点 那么你看我们来如何画眼线 眼裂的位置我们找到 后眼尾该消失的位置找到 点三个点 睁眼 在这一个点 中间闭眼 在这一个点 在前边一个点 眼头的位置一个点 这三个点的位置应该如何点呢 可不是平均点的 就是眼中的位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贴 眼头的位置也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贴 那么眼尾的位置 睁眼一定要睁开眼睛点 这样呢 再把这三个点呢 合成一条线 来看一下 仪器合成后的眼线 对三个点连接到一起去 睁眼之后 就是已经画好的眼线了 眼妆画好了吗 真的眼睛上除了眼影 眼线 睫毛之外呢 除了睫毛没画 这眼妆就这样了 所以说这个眼妆 我们再加上睫毛 这个眼妆就结束了 睫毛 来让我们的模特自己加 睫毛的重点 是睫毛合在睫毛的根部之后呢 然后是轻轻合住 然后看看有没有加住眼皮 如果有加住眼头的话 我们就换一个位置 如果没加住眼头的话 我们就使劲 然后是手腕的这个位置 对 加住这 稍微抬一下 然后加中段的时候呢 还要再往前再抬一下 加尾段的时候呢 再往上抬一下 就三个25度角 第一个25度角在这里 第二个25度角在这里 第三个25度角在这里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放假睫毛的话 这个时候放 然后是真假睫毛 在后期刷睫毛的时候 合成一体 如果我们不放假睫毛的话 现在是可以刷睫毛了 我们自己刷下睫毛 这个是卷翘一体的 不对 第一下要刷在根部 你看 你的每一刷子 都要让你自己的眼皮 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睫毛高来了 看到了吗 这是根部 每一刷子都要戴上 刷的根根分明 然后刷完了第二遍之后呢 然后拿毛刷给它抒开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家里如果是有 这个烫睫毛的 这个小机器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睫毛呢 再烫一下 放大概是 三秒到六秒的时间 轮番放上去 不要落掉每一根 所以说呢 在接下来 我们再教一个 画眉毛的方式 首先这个眉毛呢 是要一根一根的画 是不是有难度了 所以说呢 我们先拿个小刷子 把我们已有的眉毛 梳顺 眉头一定要往上梳 然后眉中 往斜上方梳 眉尾往下梳 然后拿一个棕色的 画眉毛的笔 然后眉头画好了 眉底线 这块来调实的 然后眉尾虚出来 眉封往下落 一个自然的 即便是有人 趴到你脸上去看 别看出来 你画了眉毛 画完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再把这半边脸画好 我们在修整眉形 和我们梳理眉毛的 走向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 我们的眉毛 没那么听话 那么我们要借助 一个小刷子 然后再借助这个发胶 然后我们喷到 这个小刷子上 我们喷到 这个小刷子上 然后再去梳眉毛 让眉毛有一个 定型的效果 它就很有时尚感了 而且眉毛上的浮粉呢 也会通过这个手法 给它处理掉 尤其眉头的这几根 给它梳上去 就会显得你超精致 不要小看这几根眉毛 往上梳 你的精致感 就在这一点一点的 细节当中 那么上瓶和中瓶部分 我们画完了 暖色系 已经早第一步的时候 铺满全脸了 这个时候呢 该嘴唇了 嘴唇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小唇膜 把嘴唇的干皮和裂纹呢 先让它淡化掉 最好嘴唇的边缘部分 也给它涂一点 让嘴唇的边缘 也在有一个滋润度 什么地方不能忽略呢 大家看一下 嘴角这块 千万千万不要忽略 我们过几分钟之后呢 给它涂掉 再给它上口红 这样滋润度就有了 我们做完唇部护理之后呢 我们能上一款 淡水红的润唇膏 看上去膏体是通红的 但是你看 它非常非常的淡 然后它护唇的时间呢 也会长达三个小时以上 就很滋润对吧 那种感觉 它是有果质地的 因为这个暖色系呢 跟它整个脸上铺的 整个的色系呢 是一体的 所以说呢 涂完口红之后呢 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是不是你镜头前的 你也会是像 我们这位模特一样 有发际线偏厚的 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神器 这神器是什么呢 这个神器是发际线粉 我们拿一点发际线粉 然后你看 它之前露头皮的地方 现在就会很茂密 但是不能延展的太多 这样呢 发际线呢 就会漂亮非常的多 来一个妆面效果 暖暖的舒女 就呈现在你眼前了 今天的优雅女神妆面 就是这样子了 很多朋友呢 就会认为 比较喜欢看的视频 是比较浓妆啊 比较有出效果的 这么一个妆容 但是那种妆容 其实并不适合于 作为一个知识点来传递 因为生活当中 我们所有的化妆的需求 应该是清透自然和 让人感觉会很舒服的 这么一个呈现 所以说呢 找到自己五官的优点 并放大它 然后在整个脸的 我教的知识点里面 合适的位置 涂上我们认为的 相近色和我们的暖色系 你的优雅感就会脱颖而出了 今天的课程 你学会了多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